最近天氣炎熱 加上政府港口落後 房子生團會緊緊 有風到白毛的夢來危害 但不是政府衛生局提早來有風 請來發了風地 市長環圍者要親自告知關心 然後再發了風地進度 因為今天是來做這個社區的燈隔熱朋友 因應我們隔壁縣市已經發生了本土燈隔熱 什麼叫本土燈隔熱 燈隔熱就是我們當地的人在當地的地區 他沒有出外 他沒有出去外面 在被當地的蚊子咬 這蚊子裡面帶有燈隔熱病原的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這部分是很嚴重 所以因為南部地區大家往來很密切 交通很方便 所以隨時有可能把這個病 病媒蚊或是病媒 這個病原帶來台南 所以我們當然要料敵從寬 預敵從寬 要超前部署 所以我們今天來做預防性的噴藥 希望這個社區不要影響 這個造成任何燈隔熱的疫情 那也希望說市民朋友們 碰到積水容器趕快把它覆蓋起來 把它把它裡面的水倒掉 那這樣子才能確保 病媒蚊沒有辦法支撐 那沒有人病媒蚊 那自然燈隔熱就沒有辦法傳遞了 這也是要拜託大家多注意 市民朋友們在研究所有的就是公共衛星 對著天隔熱有空有很親密的飲食 它在行程夜三起床床 向居民傳到天隔熱有空 這水的所在 因為現在它是在噴它噴蚊 對對對 但是怕說要生蚊子的時候 就像這個火力爽的啦 這什麼 一瞬間後來就把它 變成水 變成水流掉 這北宋有時候 這樣快把它蓋起來 不然就像過敗蓋起來 那那蚊子就贏了 這蚊子就贏了 這蚊子真正的 蚊子真正的 一邊大家也是印象 說很多人都不贏了 大家要注意 大家要注意 谢谢